最后的原因是 最后的原因是 可能是 她才是 爱她老公的 只是因为她工作很忙 所以会不小心忽略她 你因为外派输入了你 我很抱歉 我觉得 她是不舍的 因为她其实 是很爱她老公 然后得知 老公劈腿的当天 就被杀掉了 因为她有给她机会坦诚 你怎么都不说话 還是沒有什麼話想說 但是老公還是選擇欺騙他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不捨得 決定把老公帶走這樣子 要出發囉 這樣好像我很壞耶 我就不會原諒他 但是還是會試探 畢竟也是要知道 跟你結婚這麼多年 你這個老公在你死後 願意對你坦誠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重要的 沒有啦 好啊 你想去哪我們就去哪 嗯 如果他坦誠的話 我可能就會心軟 對 但如果他也是說謊的話 我就是死都要帶他走 我一定會帶他走 那你準備好 要收生日禮物了嗎 蠻奇妙的啦 對 因為我們真的是因為共同朋友 大家就會一起吃飯幹嘛的 就會聊天 就是都知道彼此的近況 這樣 得知要跟他合作的時候 其實 心裡還蠻複雜的 覺得哇世界好小喔 其實我比較害怕的是 我會覺得 跟認識的人演戲 會不會比較容易笑場 只要是跟認識的朋友 有點熟的演戲 我都會很想笑 但是也蠻期待啦 剛剛對戲我覺得還不錯啊 專業OK 對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宇婷最近這個作品越來越多 哎唷 其實呢網路上有很多人在關注 連宇婷 覺得哇這個女生很漂亮 然後演戲演得很好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你的粉絲說的 網路上支持你的粉絲們 演了這麼多部短片 然後我其實也很開心 你們一直都有在關注我 然後也會因為你們 我會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加油 所以繼續支持我 要多看我的作品喔 要出發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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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